中国著名物理学家、民主人士 爱因斯坦著作翻译者许良英 1月28日在北京海淀医院去世 享年93岁 1989年2月16日 以北京科学界为主的42位大陆知识分子 联名发表了一封致中共领导人的公开信 要求实现民主、保障公民基本权利 释放一切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的青年 这封信的起草人就是许良英 他逝世的消息在大陆学术论坛上广泛转发 89民运人物王丹在宴殿中表示 许良英一生致力于推进中国民主化事业 成为中国知识界参与民主化运动的先锋 大陆环保部门指出 大陆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 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与人民币200利元 南方都市报报导 企业家黄玉彪居民检举指称 湖南省人民大会代表选举出现会选 他坦诚自己也会选 但因为高票当选人都花台并1亿到1.5亿元会选 自己因而落选 大陆广东省司法庭厅长言之禅 28日在省政大会议上说 广东可能在青年内适用停止劳动教育制度 新唐亚特电视整理报道